12月23日忽然传来朱令去世的消息 朱令是谁呢 他是30多年前一桩投毒案的受害者 然而投毒案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因为案子太过久远 就到许多人已不了解案件的细节 久得连当初爆出这件事的天涯论坛都没了 那就让我们再讲一遍朱令 让我们再次回忆起这个不该被遗忘的事情 之前在网络上曾晒出过一张朱令的近照 他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 坐在轮椅上平静地晒太阳 双手紧紧握着扶手 照片中的他正一步步从中年迈入老年 带着病痛也带着遗憾 如果时间能回到1994年 那时不会有人想到 朱令的未来居然是这般残酷的模样 那时的朱令可以说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女孩 她成长在高知家庭 从小到大上学都是一路保重 并于1992年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即便是在人才济济的清华 朱令也堪称优秀 成绩拔尖字不必说 她还会弹钢琴鼓琴 在校民乐队担当主力 同时还是北京市的游泳二级运动员 那时的她 一身衬衣牛仔裤 涂着口红烫着卷发 四处旅行 同学们都说 那时的朱令活泼开朗 聪明健康 意外发生在1994年的冬季 快满21岁的朱令生了一场怪病 最初只是肚子疼没有食欲 然后开始大把大把的脱发 全身剧痛不止 然而就在剧痛难忍之时 她依然还参加了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的演奏会 靠着意志力独奏一曲广陵伞 完美羡慕退场 后来大家才知道 因为生病 朱令上台之前 已经三天没能吃饭 病情仍在发展 没过几天 朱令的一头长发 全部掉光 1994年12月 朱令住进了医院消化内科 但住院观察了一个月 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不知是回光返照 还是不要而喻 朱令的状况出现了好转 而时间也来到了新学期 错过了年前期末考试的朱令 着急回校上课 父母劝不住 也只得同意 谁知 刚回学校才住了八天 朱令的怪病 又一次发作 这次的疼痛 更为剧烈 连被子盖在身上 都成了无法忍耐的痛苦 有医生开始怀疑 这是驼中毒的症状 但单纯的朱令 否认自己接触过这种物质 且又于当时接诊的医院 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 便没有进行检测 加之病情恶化得太快 还来不及查出病因 朱令就已病危 面部肌肉麻痹 自主呼吸消失 中枢性呼吸衰竭 随之而来的 是长达五个月的昏迷不醒 同学们去医院看望朱令时 都以为这是去见她的最后一面 只见她全身插满管子 无知无觉地躺着 几乎走到了生命边缘 但病因 却始终是一个谜 这时 朱令的中学同学 当时在北大读书的被制成 有一个大胆的提议 用互联网发出信件 向全世界求救 一周之内 他们收到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封回信 其中大约三成的人认为 朱令应该是驼中毒 随后 朱令父母拿着指甲头发等样本 找到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的陈振阳教授 而检测的结果 令人惊讶 驼中毒被确定 且是两次 更关键的是 第二次远超致死量 看到结果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并怀疑 很可能是有人蓄意投毒 因为没人会用驼自杀 去体验那种缓慢折磨 倒戈认寡的痛觉 在元素周期表中 驼的原子去数是81 毒性高于千和拱 致死量在一克左右 主要用来制作一种裂性的灭术药 它极易溶于水 无色无味 中毒往往不知不觉 几天后才发病 讽刺的是 朱令父母为了给女儿治病 前后花了50多万 但最后解毒的 竟然是一种 随处可以买到的工业染料 普鲁士兰 毒是解了 驼也成功排出了体外 但因为长时间无法确认病因 错过了最佳就是时机 驼在朱令身体里 滞留的时间太长 已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使得她原本灿烂的人生 滑向了不见底的深渊 她不再是当初那个耀眼的女孩 从内到外 朱令失去了财貌与健康 中毒后 她的大脑严重受损 下肢瘫痪 视力基本丧失 智力退回到 6岁孩童的水平 她已不记得 当初发生了什么事 记忆永远停在了 变故发生之前 有些失去 也是逐步发生的 2011年 朱令得了肺炎 她的喉部被切开插入呼吸管 但因为没能缝合切口 自此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几十年的卧床 让她的肌肉严重萎缩 无法站立和正常坐下 连躺着翻身 都需要有人帮忙 她先后还患上了糖尿病 腹部肿瘤 肺部萎缩 因为身体渐渐衰败 她一次次被推进了ICU 然后又挣扎着努力活了下来 这28年里 外面的世界沧桑巨变 新世纪的浪潮跌宕起伏 但这一切 已经与朱令无关 她的生活 停留在医院病床 以及无止境的康复训练里 她要重新恢复肌肉力量 和孩子一样 从头练习坐下和站立 每多坚持一分钟 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 早些年 她只能吃倒成糊状的饭菜 喝水也得用勺子慢慢喂进去 24小时都离不开人的护理 稍有不慎 就会有危险 可以说 朱令生命的延续 是她父母 用无微不至照顾换来的 曾经 老两口错开时间 两班岛 轮番照顾女儿 一个从中午照顾到零点 另一个从零点 照顾到第二天中午 一家三口 只有吃午饭的时候 才能聚集 这一轮班 就是十多年 在那十多年里 为了卧床的女儿不长入窗 他们晚上每隔两小时 就要帮她翻一次身 但自己 几乎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这显然是一对 疼爱女儿的父母 但残酷的是 在朱令之前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 朱令原本有一个姐姐 和她同样优秀 当年在北大上学 却在一次野外春游时失踪 最终跌落悬崖去世 而遭遇意外后幸存下来的朱令 成了父母余生的希望 只是时间太过残酷 朱令的状况越来越差 而她的父母 也肉眼可见的老巨 女儿强大 父母坚韧 一家三口作为彼此的精神支柱 一称就是28年 直到2023年的 12月22日 朱令活着的这几十年 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时至今日 那起投毒案 依然没有告破 朱令被确诊 陀中毒后 就向有关部门报了案 也很快锁定了嫌疑人 因为陀这种致命的化学物质 在那时的中国 知道并能接触到他的人 可以说寥寥无几 最后 调查指向了朱令的室友孙某 甚至认为 他是唯一能接触到陀的学生 不仅如此 他也有实施投毒的客观条件 甚至能找到 他作案的某些动机 同样是学校民乐队的议员 担任朱令的替补 其因性格等方面的原因 在同学中 人员口碑都不太好 然而 就在朱令驮中毒确诊后的放假期间 也及警察封锁朱令宿舍的前一天 宿舍突然发生了 离奇的盗窃案 朱令的水杯洗漱用品等 最有价值的证据 不翼而飞 在正式立案两年后 北京警方曾对嫌疑人孙某 采取过一次突审 可最终因为证据脸缺失 无法定罪 投毒案成了悬案 直到2013年 复旦一学生对室友投毒的案子震惊全国 朱令的名字 才又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呼吁彻查朱令案的声音 也再度汇聚在一起 彼时北京警方也发了个声明 称由于办案时 相关场所证据灭失 虽然警方已经尽力 但仍未取得直接证据 无法侦破 并强调 办案过程中 未受到任何干扰 朱令案近30年来 之所以始终热度不减 这里面 有人们对朱令一家遭遇的同情 也有人们 对凶手不能捉拿归案 得到应有惩罚的愤怒 近30年来 正义始终无法出现 人们反复呼唤社会 不要忘记这个事情 朱令的父亲母亲 都是中科大1959级校友 那时候的中科大 比清华北大 更受青年人的青睐 他们可谓 真正的天之骄子 人到中年的时候 他们分别成为 中国地震局和中国远洋集团的 高级工程师 堪称行业权威 而他们的女儿 从小就求学于 北京最优秀的学校 后来分别升入北大清华 在东亚社会的眼中 他们是成功人生的最典型样板 是平民奋斗的天花板 然而 这些所谓的成功 以及专业领域的成就 只能保障他们 平时相对优渥的生活 但是在遭受磨难的时候 却也是无能为力 他们与平民一样 只不过多了一些 发生的渠道而已 而投毒最大嫌疑人 因为是赫赫有名的高官后人 却一直能逍遥法外 可以毫无阻拦地出国流血 可以回国找到 报酬丰厚的工作 据身边目击者称 即便是事发十多年后 其人可以自由出入 复兴门外的高干住宅区 面对现实的悲剧 我们无能为力 但他一定会唤醒更多的人 尽管恶魔仍在人间逍遥 但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切 不遗忘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震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